好我们再来说呢 今天有人说在阳明山找到了什么蘑菇 吃了有人就觉得自己头变大了 好像有一点怪怪的 我跟你讲啊 我住在阳明山 我都不知道我那个东西 下一次要特别的小心啊 可是呢吃了蘑菇之后 到底谁在我们台湾 立委或官员有人吃了蘑菇吗 他觉得自己的头变大了吗 他变成有大头症吗 你来看看啊 真的是谁吃了迷幻蘑菇 错觉自己变大了 你先看这里哦 像是呢 英伟跟他的妻子 这个事情惹出来的是说 行政院你为什么在找 这个所谓新媒体的人士的时候 有四五个缺 你到底有没有对外公开 还有核四厂 这个厂长说 哎呀我快要完成了 很安全了 搞了半天里面竟然是有问题 为主题有问题 还有郭董呢 他力挺华为啊 路人皆知啊 而且呛说NCC给我白纸黑字啊 所以大家就说 这些是不是都吃了蘑菇呢 牛粪上的迷幻蘑菇 叫做裸钙菇二级毒品 吃了会芒 然后好像电玩玛丽兄弟 感觉自己变大 我看过人家玩玛丽兄弟 他变大就会变这样 那谁是大头玛丽欧呢 台湾这里谁是呢 你看吕学章 吕学章啊 他今天去这个中央研究院 而且说中央研究院啊 干脆也可以废了好了 有人就说这黄国昌 是要查黄国昌吗 还有30秒的张庆宗 在立法院当中 竟然把服帽调月期啊 从8月31号 缩短到5月31号 还有明天的戈篮尾啊 然后呢 吴玉生啊 他也要增加 所谓的身份证等等等等 你看看 今天我们看到 好像有所谓的 这个吃了蘑菇的人 还真是不少 对不对